有商界團體調查發現 比斯省小型企業的營商信心在疫情之下持續低迷 而對疫情之後的情況亦不為樂觀 而該團體就呼籲省府向商戶提供更多支援 何銘進報導 加拿大獨立商業聯盟數據顯示 比斯省5月份的小型商業信心指數 按月下降了4個百分點為52.7 而持續低迷的指數就反映了小型企業 儘管在省府已經推行第二階段經濟重開計劃之下 仍面臨著眾多挑戰 例如商戶在重開業務的同時 仍需要保障顧客和員工的健康安全 以及執行省府相關規範 從省內八百多家獨立商戶獲得的調查數據顯示 71%的商戶認為 無論疫情前後消費者的開支都會減少 62%的擔心自己是否有足夠的流動資金去繳付店租和支付信金等等 8%的商戶擔心可能會永久結業 加拿大獨立商業聯盟呼籲各級政府和商戶保持溝通 並且提供財政援助 讓他們適應重新開業後的環境 而公眾亦可選擇光顧本地小型企業以示支持 新時代電視何銘進報道 9%的商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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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%的商戶